來就實現了他們超獨特的一位公約 精神不吃的大蔥鴨 小娟本小娟 這輩子絕對不吃什麼不吃的菜 如果喜歡我們也可以追蹤一下 我們推播IG或是我的個人IG喔 嗨我Demi 大家知道什麼是一位公約嗎 就是偶像回歸在音樂節目 獲得一位十萬 粉絲們約定做一件事情來慶祝 有一些公約真的是 爆笑有續到你保證會想要截圖 所以今天我們就整理了 九組K-POP偶像爆笑一位公約 如果你也喜歡偶像 戲劇各種木偶好玩的事情 或喜歡聽我coverK-POP的歌曲 十邊卡通人之事 都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唷 沒錯 第一個絕對要講到我們那連的吃病公約了 大家還記得TWICE在2018年 Eden the Nine-Way 拿下一位時 當時那連這個經典吃冰塊的臉 想必忘也忘不掉吧 今年那連帶著他的SOLO歌曲 ABCD回歸到一位 各位WISE們看到 是不是直接 ABCD回歸到一位 ABCD回歸到一位 他拿了一顆之後 他又再拿了一顆 他之後整個裝進去的時候 整個臉穿到華麗 超可愛 然後他還吃著那個冰塊繼續唱歌 今年二月帶著Evershine ABCD回歸的Cravity 這首主打歌 Love All Die 也強勢的拿下一位 不過身為利於美的男團 盲插的師弟 想當然一位也是要給他性感一下的吧 直接二話不說 在台上邊健身邊唱Anker 圓禁首當其衝的 浮力挺身就給他下去了 接著換泰有一個更華麗的浮力挺身 看到這邊已經覺得夠刺激了 沒想到導播畫面一轉 士林竟然給他單手福利挺身 後面陸陸續續成員也接下去 用各種健身的方式的邊見邊唱 這個一位公約舞台 是不是真的太香了呀 不行啊 那個單手福利挺身 太超過了吧 很厲害 這個有讓我驚豔 沒想到他居然可以單手 我覺得一下就已經 我可能連一下都做不起來 而且他做起來感覺很輕 對對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唱歌 哇 這個可以 這個超可以的 最近被他們舞台拉到圈粉的 Kiss of Light 上次有做人物制 大家真的一定要看一下 這次回歸歌曲Sticky 不只好聽還拿下了一位 只見成人們凸起口紅 互相在彼此的身體 各部位親起來 Oh my God 莫名看得有點害羞 怎麼可以連親彼此都那麼性感呢 這個畫面感覺有點微微的 但我覺得超級有 Kiss of Light的風格 就是那種性感有點嫵媚的感覺 而且 大家的唇印超完整 他們每個都清超漂亮的 我不相信有人沒有聽過這首歌 我甚至還有cover過唷 艾德他們當初以TOMBOY拿下了一位安克五胎 就實現了他們超獨特的一位公約 變成成 我吃的大蔥鴨 每個人收藝各拿一隻大蔥編長TOMBOY 不確定下台後大蔥會不會拿去煮湯麵咧 就認識 不然要丟掉嗎 既然講到艾德 那就一定要提到我們的 Leader小娟啦 她2021年推出的所有歌曲 冰冰 是 我超愛這首 好好聽 放屎邊說一下 我們娟總一出嘛 伊威一定會馬上到手的對吧 安克舞台上 她先是和維娟來個合體舞台 I'm right I'm right I keep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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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直播時的一位公約才是經典 身為Neverland的各位 一定都知道 小娟本小娟 這輩子絕對 不吃什麼 蔬菜 但是這次收了一位 她竟然破天荒的吃蔬菜了 姐姐就是嚇壞你各位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 阿姨阿嬤 嘎阿嬤 但她真的是下定了好大的決心 才持續的那一小口 不知道為什麼在看她的我 也一起停止了呼吸緊張起來 只能說小娟真的是非常有心 我必須給她無限respect 你真的有多麼欣賞 大佩服 你知道這感覺 就很像今天 我們達成什麼公約 然後大家比我吃生魚片一樣 阿嬤 我不行我剛剛想要去想吐 她非常的有禮貌 給蔬菜完美的表情 就是無表情 她的紅蘿蔔是生肯 那這段吃蔬菜的人 生肯紅蘿蔔好像也不行欸 Oh no 啊我為什麼要整自己了 她太愛粉絲們了 太想給大家看了 前面有健身 拿窗吃冰了 到底還有什麼事情 是不能做的呢 所以我們TOMORROW BY TOGETHER 就拿出了 無敵大踢腿招數 來實行他們的一位公約 那太險真的超會踢 那迴旋踢 太厲害了 去年小時系列推出的這首 God of Music 光是MV釋出就先前一波討論 就是這幕麥克風到外太空的畫面 是真的給她送去外太空唷 MV都拍成這樣了 想當然這首歌 絕對是可以拿下第一的對吧 在一味的暗可舞台上 小時期全員穿上了黃色雨衣 台上滿滿的黃色人 真的是你小時期 才做得出來的事情 RVW旗下的男團 也是我媽媽的師弟 這首SAMSAMS 真的大推大家去聽一下 MVM Your S MVM 他們在一味的安可舞台上 實現了他們的一味公約 每個人畫上 極紅的腮紅 並綁上沖天泡 化身成為六顆最甜的蘋果 最後這門蘋果的合體 你最喜歡哪一顆咧 老實說我覺得他們這個公約 也很有麻木的風 就是做一些搞怪 然後有點有趣的感覺 大推彎兒子的歌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歌也 很有特色 然後他們真的都 現場實力非常厲害 推薦給大家可以去挖一下 這首Easy 想必也是大家千千千 這陣子很愛Cover的歌曲吧 真的是一聽後就會瘋狂的洗腦 他們在一味的安可舞台上的公約 也是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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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見他們突然拿起笛子 開上音樂課的畫面 真是非常有趣 我們才能寶寶認真吹笛子 還是吹破音的樣子 真的是很可愛呢 我覺得這場有趣是因為 我萬萬沒想到 他們居然真的拿出小指底 然後采緣還在那邊吹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做過一支 比較古早的一位公約 是媽媽他們之前 就在舞台上吃泡麵 然後枕頭燙到突出來的畫面 還有B2B的錄星材 就是如蒼蟹整個臉露爛的畫面 還有小女友在台上吃生魚片 超級經典的畫面 真的不能錯過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居然做過的啦 老實說 感覺以前的一位公約 好像更大膽 更多種樣式 可以說更有趣嗎 也是 我覺得不同種風格 但是以前的樣式 確實比現在更敢玩 然後敢做很多 是會讓大家有點嚇到的 不計形象 對我覺得是不計形象 可能因為是風氣的問題 就是現在的KPOP圈比較流行 稍微收斂了一點 感覺如果一位公約有一些什麼 披木板啊 或是 或是 雜核桃啊 對 我自己是覺得一位公約很好玩啦 我其實希望 未來還有機會看到 偶像門的跟粉絲們約定 有趣的一位公約 這樣就讓我們有更多主題可以寫啊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 有趣KPOP好像一位公約 那今天哪個一位公約是你覺得超有趣的咧 或者是還有誰的一位公約 我們沒有分享到 你也覺得超好玩 想跟我們分享的 都歡迎到影片下輪到處 幫我們討論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好呀 如果是我 我會想看那個 如果一眼他們有這個 一位公約會很難 他很常裸露上身給粉絲們看 已經很養眼了 他撒嬌啊 他一定沒有撒嬌 看他很乾 然後是唉唷的看 喔喔 好像很不錯欸 如果有機會看到 我超想看的欸 現在要來買給Fooling 就是他還訂閱我們會員們半年 他寫一張卡片給他 那要選哪一個呢 這張也不錯 買回來了 現在要來現寫 訂閱我們的會員 半年 我們要親手寫一個卡片給他 挑了這張 有你真好 真的有你真好欸 他是我們忠實會員顧客 也送出了蠻多會集的 有他真的很好 謝謝Fooling 那我這邊 你寫在這邊 不可能 我們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同事 他說屁股 但他就是發二聲說皮骨 然後他還有一個說法說 他們馬來西亞就是髒話的話 就用二聲 比較不會那麼髒 就是屁啦 皮 皮啦 這樣子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這種說法 還是只有他自己發明的 我不知道就是 不知道明年會不會 欸 其實半年後就會看有沒有再有第二組 大家現在收到手寫的卡片是會開心的嗎 我覺得我還是會 我超喜歡收到手寫的 我都會收起來 好啦 好啦 然後不知道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卡片寄到你手上了沒 應該是會沒這麼快 不知道國際這樣寄要多久 對 但是就是會寄到你的手上啊 記得也可以拍個認真照 take我們喔 但是拍外面就好了 裡面的話就是你跟我的秘密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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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